却生生的进场 18位新加坡慈济带幼教中心的小朋友 迎接他们人生中的第一场毕业典礼 在三四岁 老师就有说要 他们有自己整理自己的书包的习惯 自己折衣服的那种习惯 所以他们的独立性很高 所以就老大毕业了之后 也继续让老二在实际幼教继续读下去 今年毕业典礼的主题是 行校 报亲恩 孩子们透过话剧 桂羊图演绎 孩子们请常会 还有奉食表达对父母的孝心 我挺感动的 就是育族 我自己之后也是有去育我妈妈的族 因为我觉得到了越大就会觉得 你越没有勇气去做 然后在那个时候 你就会感受到妈妈的辛苦 幼教中心的人文熏陶影响的不只有孩子 家长也在陪伴中对慈祭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 认识这个天灾慈祭所activate的去帮助别的国家 这些方面其实我们没有想过要去跟他分享 但是学校却分享了很多这类的东西 大家回到家会叫我开 开给 然后其实在看的时候我也去认识 更认识慈祭 在慈祭品格教育洗礼下 孩子们变得懂事 懂礼 也算是送给父母一份最棒的礼物 大家新闻福采军炼制日新加坡报道